2007年军民迎新春文艺晚会 昨天晚上在北京中国剧院举行 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 吴邦国 温家宝 贾庆林 曾庆红 吴关正 李长春 罗干等 与首都军民欢聚一堂 共赫新春 昨晚的中国剧院 洋溢着一派喜庆祥的节日气氛 晚七时四十分时 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 步入晚会现场 向大家亲切致意 表示新春的祝福 由全国双英工作领导小组 银政部 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解放军总政治部 联合举办的这台晚会 以鲜明的时代气息 浓郁的民族特色 独特的军旅风格 热情殴割了全国军民 高举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紧密团结 携手奋斗 合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 充分展示了全军官兵 发扬听党指挥 服务人民 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 忠实履行我军历史使命 积极推进中国特色 和军事变革的崭新风貌 晚会在歌舞《万子千红》中拉开序幕 曼妙的舞姿 绚烂的色彩 互展开一幅幅军民团结 普天同性 和谐欢乐的动人画卷 星运交响 和风吹来万里春 热情赞颂了党的十六大以来 祖国各条战线取得的辉煌成就 民族歌舞《大地欢歌》 生动表达了各族儿女 同心创造幸福生活的喜悦之景 杂技高车踢晚闹新春 营造出喜迎新春的欢快气氛 歌曲《使命》当祖国召唤的时候 杂技龙鹏虎乐 以及由近年来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 电视大奖赛军队获奖演员 共同表演的主唱《士兵情怀》 展现了爱军习武 苦练精兵的火热军营生活 抒发了当代军人 忠诚使命不负重托的豪情壮志 表演唱《情暖神仙弯》 以海拔最高的哨所 真实感人的生活为素材 赞美了驻守在生命禁区的 边防官兵 艰苦奋斗 以苦为乐的奉献精神 反映了在党中央 中央军委亲切关怀下 边防部队建设发生的巨大变化 同声合唱《红飘带之歌》 将去年全军和武警部队 沿长征路原舰的 八一爱民学校决生代表 请上舞台 他们珍惜好年华 不忘雨水情的真情演唱 令人为之动名 我们建筑国的希望和慧彩 歌曲《好相亲》 小品妇女情深 深刻揭示了人民群众 与子弟兵的血肉联系 展示了新时期 君爱民民佣军的感人场景 歌曲《东方风采》 表达了亿万军民 对党的热爱 和对祖国美好明天的憧憬 歌舞建设和谐家园 以激昂优美的旋律 和热情奔放的舞蹈 展现了全国各族人民 紧密团结在 以胡锦涛同志 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万众一心 开拓奋进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启赢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的 豪迈情怀 演出结束后 胡锦涛 吴邦国 温家宝 贾清明 曾庆红 吴关正 李长春 罗干等走上舞台 与演职人员亲切握手 祝贺演出成功 王兆国 回梁玉 刘琦 刘云山 吴仪 周永康 贺国强 郭伯雄 曹刚川 曾培炎 王刚 徐才厚 何勇 盛华人 华建敏 王忠宇 和中央军委委员 梁光烈 李继奈 廖西龙 陈炳德 乔清晨 观看了演出